跟这台车没有关系啊 只是拿这台车做一个图像比喻来说而已 后面不是那个拖挂吗 如果我们在后面拖挂的话 对不对 就是拖一个车厢嘛 那我实在是不建议人家 如果这种轻型皮卡 加用那种可以升高升低调整的那种 那种hitch 因为 如果你后面拖挂很重的话 对不对 在这边很重的话 重量很重 在加速跟减速的时候 对不对 在这个在这个前后的径 会传到那根 后面那根 那一根上面 然后造成你的大梁会有一个扭曲 扭曲的那种效应出来 那 如果你车是带大梁的 整只带大梁的 那可能还好 如果你不要拉太重的东西 超重的东西 但如果你是那种unibody的话 对不对 就是那种一整个车身的那种 没有带大梁 然后你这你加装这种东西的话 如果要拖非常非常重的东西 然后极加速极减速 会对你后面这一块 很不健康 好不好 我不说什么东西 我就说很不健康 那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 球头的位置和大梁紧量水平会降低扭曲 这就是为何重型火车和卡车都在大梁的水平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所有重型车辆 重型车辆 你看那个大梁这样平的水平对不对 后面脱钩也是在同一个位置 跟火车也类似 它不会说突然这样过来 然后凹下去 然后在这边接 如果在很重的负荷 像火车 砂石车 连接车上面的话 那久而久之对这个梁会 拉的不重也无所谓了 只要你带大梁 应该都承受了 最怕就是你 开的那个unibody 然后又拉个两三吨 两吨 然后极加速极减速的那种 它这样子的话伸缩 那这样当你一缩进去的时候 它那个东西就直接往外面掉 它不会卷进去 它不会像这一款一样 这款可能就全部都卷进去 然后就 我感觉这防车展不是很大 这个比上次我在成都去的 那个小很多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6.8排量 1000牛米 后驱带差速锁 主腹驾驶都带气旋挂座椅 那不错 它驾驶舱跟后面的那仓 是还有通的 这边还有 它是气旋的 但它的车头是弹簧的 我之前开过那个 Volvo的大台的那种 是 前面是钢片悬吊 但是车头是气旋的 椅子是气旋的 所以还算舒服 刚刚问他们销售 说百公里油耗大概 一百公里有二十二十三二十五左右 估计只有那种国产清卡的排量 我可以长期接受 负担得起 这个还是有点吃力 如果按我这样跑的话 因为我现在来内地 也就多少 半年吧 我六个月跑了三万公里 如果这样来算的话 对啊 我的油耗日算 当然 我的油耗日算 只能接受这一种 这种对于我 可能长期跑下来 油耗负担还行 刚刚销售跟我说 那个车油耗百公里 十三十四个 还可以 听刚刚销售讲 说那个是气沙的 气沙的比较灵敏 看人吧 有的人觉得气沙太过人灵敏 就看个人的喜好 我183公分 头部空间 我站在最高的这个位置 这个台面还是比较高的 都还有空间 这也比较高 但我站进去 一样有空间 给大家看 对吧 空间超大 而且这是比较低的地方 给我去 我183 床也好大好宽 我觉得够我长 你看座位 宽度很够 还有空间 你看看 就跟我成都讲的一样 我现在对这种平头卡车 我会不知道说好还是坏 但是空间利用率真的很大 这件 越来越有好感 但我不知道它 到底缺点有哪些 你知道 这边的经理 如果我说 要是我有空去苏州的话 可以看看 好好研究一下这一台 其实保温层 你三明治在后 你只要车厢跟玻璃是有通透的 基本上保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你想象一下那个冰箱 冰箱不是有那个自冷的那个片吗 就一个小小的片在冰箱里面 就把整个冰箱给冻起来 所以在大冬天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玻璃就像自冷片一样 然后你看有多大片 三大片 那后面的双层玻璃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前面的三档 就相当于那个自冷的那个东西一样 所以一旦有挡风玻璃 跟车窗玻璃是通透的 基本上保温效果就 就打很大的折扣 冬天加个隔热毯 回离间车窗可以增加保温 我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今天这边真的没有太多车款的 差异化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过 类似的什么C型啊B型 我也不多拍了